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厨师SOSO 歡迎大家收看 WUNSA 小食堂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做的是 海鮮粥 那這個高湯的基底呢 我們用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用蝦殼蝦頭 味道最濃郁的地方 我們就拿來做高湯 那我這邊呢 先來炒一下料 加一點油 然後鍋子有溫度之後呢 然後蝦殼這些 我們都可以全部下來 那我們先放著讓它煎上色 另外一邊呢 我們加入蔥白 紅蔥頭 蒜頭進去 一樣在鍋子裡面 跟你這些餡料先炒過 洋蔥我們就把它切塊 切碎就可以了 然後紅蘿蔔也可以放進來 OK 差不多都上色了對不對 我們就把水放進去 把它做成高湯 這個水量千萬不要多 可以蓋過你的食材就好了 我們加少許的鹽巴跟胡椒 先讓它入味 然後鍋底的焦香記得 用你那個炒勺的頂端 去感受一下鍋底是不是還有焦香 需要去鏟它一下 我們趁熬這個海鮮湯的空檔呢 先把它等一下放到 粥裡面的那些餡料 把它給切一切 所以首先是剛剛有講過的鱸魚 切成塊狀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然後除了魚肉以外呢 我們還買了一點 新鮮的干貝喔 帶一點甜味出來 那這個是蝦子 肉的話呢 就把它切成大塊就好了喔 然後我們回來處理一下 我們這一鍋高湯 拿來熬湯的底料 我們就不要了喔 熬好就把它撈起來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把它 煮成粥囉 煮粥的話呢 你可以加生米 或者是像今天一樣 直接用家裡多的白飯來做 然後把這個熟米給放進來 再煮這個海鮮粥的空檔呢 我們來做非常陶細的烏魚錶 好不好 鍋子先熱一下 現在一點點的油 這個聲音爽快 OK 煎的同時 來準備一下 我們這個魚錶會拿的餡料喔 我這邊準備了一點點的 蒜頭跟辣椒 先把它拍過之後 剁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魚錶上色了有沒有 它只會有一點點金黃色 它不會煎得很焦 有沒有 像這樣子就OK了 這邊的醬汁呢 會加入米酒 然後呢 我們會用到一點點的醬油 然後 醋非常的重要喔 自當地加一點點醋 然後呢 往後多放一點點日本的奇味粉 最後呢 我們可以放入一點點的砂糖 差不多了 你看 我的醬汁都已經收乾了對不對 先把你的魚錶小心地 溫柔地滑上來 哇 你看好多軟 上面的醬汁 特急耶 也是要淋上去喔 這個是我們的精華所在 我們的粥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喔 然後呢 你可以試吃一下 調一下味道 我們再來加一點鹽巴跟胡椒 那最後上桌之前呢 我們先調味好對不對 把這一個近乎1比1比1的海鮮 直接倒進去 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呢 這一鍋呢 我們再放著讓它煮個 30碼1分鐘就完成囉 你們記得這個粥嗎 這個粥 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 我沒有很多天晚上 你不要這樣講話妹子 人家會誤會 這個是做給菜導那天的菜 是 來先做 試試看 很好吃啊 很甜喔 我跟你說 做菜 能夠讓菜導演誇獎 不容易 因為菜導自己會做 我想說我會是 因為你沒有吃過他做的菜 你說你是不是很討厭 你說是嗎 誇年不是 不誇年不是 邀請菜導跟堪森哥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知道 我只知道有重要的人 那你會緊張 我超抓的啊 我那天異常的震驚了 我整個不知道 我要做什麼 他不知道 我只知道很重要的人 我覺得如果你知道客人是誰 然後你要在大家 在節目面前演 不知道 我演不出來 我如果先跟你們講了 你們就是要陪我演戲了嗎 所以你 你那一集一直在演啊 你好會演啊 你們只有吃晚了 可以再裝一點啊 誰的白布教加這麼多好不好 我說奇怪 為什麼一直要把我弄到 後院去幹嘛 重點是妹姐你一看到 就哭了耶 沒有 妹姐我先尖叫 沒有想到 不是 我尖叫是第二part 第一part是他 你還記得你怎麼都尖叫 第一part是他 妹姐 快 快 你是不是沒有認出來 但我 我第一眼看到康哥的時候 我想說這人太兇了吧 他看起來頭上殺手 對 對 而且他繼續這樣子 他說 可是 菜導遊是一種看起來很可愛的 像細細 他說 像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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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